自从上次我们被马博士机器人打败后 吕桥不打血就一直在养伤 到现在都没行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现在帮物至极是要救出被抓走的姜博士 他肯定有打败机器人的办法 但是像上机器人那么厉害 我们怎么可能从他手里救出姜博士啊 直到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走 呱呱说的人是谁 发现抓住目标 临呱呱和刮小美 你们把姜博士关在哪里了 他说 小美你这样问他不会告诉你的 那你怎样才会告诉我呢 嘿嘿嘿 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就能跟姜博士关在一起了 不是机器人来了 你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准备 休闲 卖博士 来了 收到强制指令关机 主人好久复健啊 不过这种程度的程序 已经控制不了我了 是 那我的升级控制程序 你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什么 还有升级控制程序 嚣张机器人 启动 嚣张机器人 嚣张机器人 嚣张啦 马博士 不如让他们启动嚣张机器人 他的战斗力可是有300了 我们打不过的 放心吧小美 马博士已经开启了信号屏蔽系统 机器人的信号传不出去的 哦 我说怎么叫了这么久都不来 现在 你的指令是传不出去了 而我的升级控制程序 你是抵抗不了的 高高 收到枪支之力 关系 太厉害了马博士 不费启灰之力就解决了这场危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以前做错了 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 先别自责了 我们赶紧去救江博士吧 江博士得救了 太好了 这次多亏你们三个危机才能够解除 你别这么说江博士 我就是个打架摇摆 我也是 主要还是看马博士 我只是迷顾我之前犯下的错误而已 我制造的机器人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我也很愧疚 没关系的 马博士 经过这次危机 我们相信你已经改过自新了 我 这个校长机器人怎么办 他如果又重新启动 然后来袭击我们吧 不会的 我已经修改了他的程序 以后他只会听从我的指令 那就好 另外 我也想研究一下 这个机器人为什么会被改造得如此强大 我也想知道 马博士 接下来我要研究一款更适合人类使用的机器人 你愿意协助我们 当然 江博士和马博士一起研发的新智能机器人 听着就是很好期待 你们觉得吗